每天三分钟获得一个心理知识 本门由公众号人神共分原创 很多职场人都有过这样的烦恼 为什么我在公司做了这么久 公司都没有给我涨工资 为什么终于有升职加薪的名额 却没有落在我头上 这里呢就要引入一个概念了 职场上有一种现象 当一个人的薪水精力 一个快速增长期达到一定水平 就会出现停滞 这被称为职场上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怎样产生的呢 就拿自己干和待人一起干为例 自己干解决的是某个业务的价值实现问题 待人一起干解决的是团队的价值实现问题 后者的价值显然更大 升职加薪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老板给你多少钱 取决于你给他解决了什么问题 而不是付出了多少努力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相就是 只要你所解决的问题层次跟以前一样 你就无法通过努力工作 变得更有钱 那么怎样跳出这一陷阱提高层次呢 第一解决人的问题 不要认为你有聪明的头脑 能自己做得好 就不去管理办公室里的人际纠纷 独善其身 自己能做得好当然是好 但不经营你的人员 长期一往很可能会吃亏 很多有管理前置的职场新人 业务能力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强 但是他们知道 如何配合牛人完成复杂的问题 知道如何找到其他部门的资源解决自己的问题 还会在自己的个性与别人的个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能够做到这些就已经赢了一半 因为无论是创业还是成为职场经理人 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的问题 都是让别人或资源为自己赚钱 首富的小目标是赚一个亿 那是因为有上千人和上百块地一起帮他赚钱 第二解决稀缺性的问题 稀缺性就是不可替代性 就像一家公司里最无法替代的人 往往不可能是总经理 而是技术大牛 在一些强调专业性和创新性的公司里 例如金融 广告 游戏 技术大牛永远是标杆性的人物 他们解决的是公司战略 公司文化 行业前沿性问题 在成为技术大牛的道路上 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 而是需求太少 通常只有少数大公司才需要这种高精尖人才 第三解决需求的问题 需求就是需要你的人 过去是公司 现在是指圈子 就是说 如果你不能提高你现有的层次 你还可以利用现有的层次 到公司以外的圈子里去 用一个水平在更大的范围里解决更多的问题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到微博微信上去 到朋友圈各种群里去 到知乎在行上去 到人民群众最需要你的地方去 把你的知识变现 第四解决钱的问题 如果你想要钱 那么就去投资吧 投资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让你八小时之外的时间也能产生财富 现在的投资方式已经非常丰富了 房产 股票 基金 债券 外汇 银行理财 期货 贵金属 境外证券 只要风险组合得当 只要你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去研究 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重点是花时间去研究 有些牛人他们用的办法 普通人只要花时间就可以做到 比如一个人的研究方向是房地产 他每天研究上海土地市场 轨道交通的延伸 政府区域规划 土地拍卖价格 开发商品牌溢价能力等等公开信息 八年时间 他的家庭净资产增值了五倍 所以不要再用不是专业人士 为你的懒惰找借口了 你能考上大学 就能够理解并利用这些信息 就能找到财富的机会 投资是时间的玫瑰 如果刚才举例子的那个人 他把时间花在低效的加班上 花在他不擅长的人际关系上 而不是去研究这些信息 那么守在手上的房子 就算行情再好 八年顶多增值两到三倍 好了 以上四点就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 陷阱之所以叫陷阱 是因为你待在里面的时间长了 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 以为这才是生活的常态 相信平平淡淡才是真 这类三十年后才该说的话 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三分钟 让你觉得有所顿悟 那么就从解决最有价值的问题开始 让你的收入配得上你的努力吧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欢迎分享给你的小伙伴 我们明天见